国家卫健委表示 中央将会全力支援香港抗疫工作 又形容内地专家组和香港沟通畅信 中央援建香港的多间方舱医院 建筑物料陆续运抵香港 由着北京记者梁卓恩报道 香港第五波疫情确诊病例连日创新高 中央先后派出多个专家组支援 国家卫健委说 专家组已经与港府以及医护人员进行交流 强调将会全力支持香港抗疫 全国人民都十分关心香港的疫情 当前香港疫情正处于快速扩散和加速上升期 中央政府将继续全力支持香港的疫情防控 内地专家将继续与香港同行密切合作 努力做好抗疫防疫工作 国家卫健委又说 内地其他疫情防治专家 每天都会和缓港专家组视像对话 又形容专家组在香港方面的沟通场上 吴良友说中央援助兴建的八间方舱医院工程 正是密罗紧固进行 其中部分建筑物料经水路运输 负责处理通关手续的湾仔边桨站西域码头说 用作建造方舱医院底层基座的超过一万吨沙石 已经在星期六凌晨混底 另外四艘载有一共二万三千吨建材的船 经绿式通道快速通关 实现查验零等待 令现时离港放行 当局说之后将会再运送三万吨沙石来港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梁卓因报道 日后快速测试阳性 也将直接被视为个案 正全速筹备相关网上情报系统 不过快速测试准确度不够核酸检测 当局就解释 政策调整是想更早发现高病毒量患者 近日做核酸检测 不少人要至少等一个礼拜才有结果 政府更新检测政策 经快速测试呈阳性 不用再交样本核酸检测 就会直接当确诊 部分市民包括早前 是经快速测试呈阳性的人士 可能是在交了样本的多日后 仍然未得到检测的结果 期间感到焦虑 情况显然是不理想的 不过近期当局多次重申快速测试 不能够代替强制检测 又为什么突然放行呢 调整了我们的检测的一些策略 是在重点在风险更加高的就做多些 如果风险是比较低的 或者我们都要跟病毒竞赛 在时间上我们是要尽快 所以看回现在我们有的检测 是核酸检测和一些快速的测试 我们也都是某一些 我们是选择了可以用快速测试 当局说快速测试套装灵敏度 虽然稍信于核酸检测 仍然能够准确找到高病毒量的患者 也都方便大规模使用 因为没有东西比你自己 即时用一个有效的检测工具 可以检测到自己有阳性 日后快速测试阳性的市民 只需要透过网上系统直接登记 当局说正是筹备情报系统 会适时公布详细 又透露日后会根据数据库的资料 可以向有需要的人士发放病假证明 另外当局也都修订为风检测后的定期强检 或者其他一般强检 可以透过快速测试来做 换言之市民无需再到社区检测中心做检测 当局也都说 被密切接触者提早完成检测 如果在家人确诊之后第六和第七日 只要连续两日快速测试阴性 已经可以离开家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港铁推出多项支援抗疫措施 港铁说会向医护人员送赠1万张港铁都汇票 感谢他们无私付出和贡献 而疫情下约细社群可能会被忽略 会和慈善机构合作 向1,500个低收入家庭捐赠食物圈 在超级市场换领食物 而为减轻供应医疗系统的压力 港铁会支援确诊和需要强制检测的员工 并探讨在港铁范围内 为确诊员工设立临时隔离地点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的司机 快速测试呈阳成 司机尝试上班在星期四 当局说陈凡近日的快速测试和释子採氧 结果都是阴性 又为了审慎起见 陈凡今日也在进行释子採氧 早前环境局和创新及科技局局有两个司机染疫 而立法会主席的司机近日也确诊 消息指国家卫健委专家梁曼年 下星期一来香港协助特区抗疫 是至今来香港最高级别的内地抗疫专家 国家卫健委表示 中央将全力支援香港抗疫工作 驻北京记者梁卓恩报道 香港第五波疫情确诊病例连日创新高 中央先后派出多个专家组支援 国家卫健委说 专家组已经和港府以及医护人员进行交流 强调将会全力支持香港抗疫 全国人民都十分关心香港的疫情 当前香港疫情正处于快速扩散和加速上升期 中央政府将继续全力支持香港的疫情防控 内地专家将继续与香港同行密切合作 努力做好抗疫防疫工作 国家卫健委又说 已经在星期六凌晨运底 另外四艘载有1共2万3千吨建材的船 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 实现查验零等待 令现时离港放行 当局说之后将会再运送3万吨沙石来港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梁卓恩报道 消息指国家卫健委专家梁曼联下星期一来港 协助特区政府抗疫 是至今来港最高级别的内地抗疫专家 梁曼联是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 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 去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到武汉 进行新冠病毒溯源 梁曼联担任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 梁曼联本月初接受传媒访问时 谈及香港防疫工作 强调动态清零重点在于 发现病例时要及时处置 并不等于追求零感染 动态清零下防疫政策亦非永恒不变 应该按疫情发展和群众抵抗力等因素制定 日后快速测试阳性 亦都将直接被视为个案 而相关网上情报系统正是全速筹备 不过快速测试准确度不够核酸检测 当局就解释政策调整 是想更早发现高病毒量的患者 近日做核酸检测 不少人要至少等一个礼拜才有结果 政府更新检测政策经快速测试呈阳性 不用再交样本核酸检测就会直接当确产 部分市民包括早前是经快速测试呈阳性的人士 可能是在交了样本的多日后仍然是未得到检测的结果 期间是感到焦虑 情况是显然是不理想的 不过近期当局多次重新快速测试不能够代替强制检测 又为何突然放行呢 调整了我们检测的一些策略 重点在风险更加高的就做多些 如果风险是比较低的 或者我们都要跟病毒竞赛 在时间上我们是要尽快 当局说快速测试套装灵敏度 虽然稍信于核酸检测 仍然能够准确找到高病毒量的患者 亦都方便大规模使用 因为没有东西是快得过你自己 即时用一个有效的检测工具 可以检测到自己有阳性 日后快速测试阳性的市民 只需要透过网上系统直接登记 当局说正是筹备情报系统 另外当局也修订遗风检测后的定期强检 或者其他一般强检 可以透过快速测试来做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布朵 除了出院条件放宽 正是隔离或者在家里等安排的患者 如果已经打了两针 阳性后第六和第七日快速测试阴性 就可以自由活动 而密切接触者同样可以提早到 第七日就完成检测 原本没有病症或者症状轻微的患者 会送到去社区隔离设施住14天 在家里的患者阳性之后第14天 如果还未送到隔离 核酸检测阴性就可以出去 政府再放宽条件或是因应最新的发展和风险评估 在社区隔离设施或者等着入院的患者 只要打了两剂新冠疫苗 阳性后第六日和第七日快速测试阴性 就可以在第七日自由活动 但如果两日之中任何一日快测阳性就要继续隔离 居家检疫的密切接触者同样在第六日和第七日快测阴性 第七日就可以离开家 有专科医生形容是妥协的安排 但患者未送院和密切接触者在同一个家居 怎样计算接触日子当局没有说清楚 担心有潜伏期 他说病毒量低快速测试可能认不了 如果确诊者或者密切接触者快测阴性 但仍然有病征就必须再做核酸检测确认 无线电视机者郭永恩报道